好 说到今天是大年初三 有什么样的习俗吗 世上民间习俗流传说 今天不意外出去宴客拜年 主要是因为今天俗称是赤狗日 恐怕违反习俗会穷整年 好 另外今天也是老鼠取亲日 适合早睡成全 也因此很多人趁年初三 打算好好休息睡到自然醒 电视专家也建议了 最后下午一点前就要起床 到附近的庙宇替自己跟家人 点光明灯安太岁 才能逢兄化吉周好运 拿着香虔诚拜拜 大年初三一大早 松山慈佑宫就涌入满满人潮 虽然这天理应要睡到饱 不过民众为了求平安 还是愿意早早起床 快十点才起来 求全家平安 大小的上班也好顺利一点 就拜师爷希望和家平安 然后疫情赶快结束 其实金虎年不止属虎 猴蛇猪也犯太岁 专家建议最好在下午一点前起床 到附近庙宇走称 顺便替自己和家人点光明灯 安太岁 让自己心安逢生化吉 也能招来整年好运 不过初三这天也是民间习俗里的老鼠取青日 为了不去打扰他们好事 专家交战 无大禁忌 像是外出拜年 宴客 点灯 通通得避开 同时初三也是米神生日 所以也尽量少吃米饭 庙里拜拜也不建议巴勒和番茄 这种带多子的水果 那多吃一些花生 多吃一些龙眼贵眼 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有开阴的功能 尽量穿亮色的 尽量不要穿黑色 也不要尽量穿白色 虽然民间习俗禁忌多 拜拜有美感 要小心 不过星辰则灵 前提更要防疫 顾健康 记者吴静宇刘轩 台北上报道 周三走春就带您来看到 是在台中的棕色花市 50万朵的郁金香 现在同步来阵放 民众不用出国呢 也可以感受到小欧洲的浪漫 好 除了郁金香花开之外 在苗栗铜锣的炮状花 现在也盛开了 搭配了一旁的祥龙装置艺术 象征花开越多 这运势也跟着越旺 而另外在台中的后礼马场 也是不少民众 在春节出游的最佳首选 五彩缤纷 红色 黄色 粉红色 超过50万朵郁金香 同步绽放 大年初三 民众聚集台中棕色花市 每个人手机全部出笼 要捕捉美丽景色 今天的花 跟我们台湾平常的品种不一样 尤其是郁金花开的时候 不过回玩娘家嘛 那今天就是刚好 带着小朋友 然后也就是回来台中这边 然后就来这边逛这样子 然后今天天气也还不错 不用出国 就像置身小欧洲 而在这里 不只有浪漫的郁金香 还有百合 鼠尾草等等 高达八公顷的花海 要陪民众度过喜气洋洋的 过年假期 那林林种种各种的花色呢 我们大概目前现场推出的 大概有20款的品种花色 同时在这个期间 游客入园之后呢 你可以尽情的欣赏 不只是郁金香在苗栗炮花也热情盛开 一片红红活活的街道 一旁装置一树一条翔龙 结合起来就如同鞭炮炸开 吸引民众来这里走春 民俗的那个季节 然后每年的正月十五 他们的一个炸楼或棒楼的 所以一定会有摆一个棒楼 开了八层游了吧 知道这是什么花吗 炮炮花 了解了解 两个礼拜前我就先来喵过 另外在后里马场 民众全家大小都出动 在园区里小丑表演 看得不亦乐乎 还能坐坐小火车 玩玩大型气垫 大年初三 不管是上花海还是游乐园 家人团聚 就是最好的走春活动 接着中部综合报道